知名华裔影视艺人高一强于2019年11月27日在节目录制过程中引导,后今抢救无效死亡。 距离高一强死亡已经过去整整50多天了,网上搜索热闹一直不解。 那么导致高一强死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?那么温柔的一个人就这么走了,人间再也无法遇见王一川。 这个影片我不会讲高一强节目现场的长修细节,以及关于他追调会告别仪式,更不会去讨论高一强渔友等娱乐八卦内容,这不是我今天影片分析的重点。 因为今天我深度分析的主题是关于高一强猝死背后真正的原因。 如果你是名艺人,如果你的生活工作也不规律,如果你也处于高强度的工作状态,熬夜加班,那么请你一定要看完这部影片。 在讲解影片之前,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频道。 我的频道的内容主要是分析一些知名的明星网红背后的故事,以及发布最新最火爆的娱乐资讯, 制定于打造一个有温度,有价值,有内容的,有深度的内容平台。 如果你对我的频道感兴趣,就请订阅我的频道,并给我的视频点个赞吧。 好了,咱们废话不多说,马上开始。 我们都知道,医院给高一强死亡证明是心源性猝死,属于过劳死,过度劳累,情绪压抑等,都可以触发心脏性猝死。 那么,发生在我国的心源性猝死到底有多少人?为什么我国的死亡人数是全球之首? 心源性猝死抢救的成功概率是多少?黄金抢救的时间是多少? 在影片的最后,我会公布这项国家心血管中心统计出的权威数据,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继续分析。 时间是这样的,11月27日浙江卫视综艺追我吧录制的过程中,高一强突然晕倒在意外发生的时候, 高一强曾喊出,我不行呢,现场工作人员以及以为是为了节目效果,不久黄锦鱼,陈伟婷等大喊快点救命。 在三个小时的抢救后,高一强不幸去世,年仅35岁。 我们都知道,近年来,影视并不景气,很多艺人不能单靠演戏赚钱,所以都会去参加一些综艺活动,据悉,高一强参与追我吧节目,每一集才十万,这是非常低的片抽。 如果是牛亮明星没有七八位数的片抽,谁会参加这种高风险的节目? 很多圈内人士也认为高一强不值。 高一强悲剧发生后,众多明星发言调哀,更有明星揭露娱乐圈的潜规则。 不少卫视为了追求收拾力提升荣耀,不惜去做一些列强出奇的综艺节目。 在逆的趋势下,现在的综艺难度越来越大,在录制过程中,以为的追求录制速度,却忽略了安全问题。 这才导致了高一强的事件发生。 有人问葛优怎么看待高一强事件,葛优强调,一定要从合同保护自己,在清约的时候,一定要看合同的内容以及细节。 工作时间不要太长,避免发生连轴转的情况发生。 看来葛优是很爱惜自己的身体,他不会让自己太过劳累去演戏。 据知识人士透露,很多综艺节目都存在熬夜录制,让很多艺人没时间睡觉,或者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的情况。 公开资料显示,侍晓龙助理曾在录制《中国新跳跃》中意外溢水。 何炯曾在录制《头号惊喜》中意外受伤,已曾在跑篮中受伤缝了酒针。 有知名演员出来说,艺人明星熬夜拼命已经成为常态,是一种高位职业,会议艺人保护爱护自己的身体, 赚钱重要,生命更重要,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不容易,长期高强度的工作,特别是熬夜工作,很容易过度疲劳,而且随着社会压力的越来越大。 过老死出现年轻化现象,曾经有一名著名的主播才20岁,为了赚取更多的钱和流量, 每天从凌晨直播到早上,连续就业颠倒通宵直播几个月,导致过老死。 如果你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,且长时间得不到好的休息,就会因为过度疲劳,产生疲劳毒素,一旦达到身体的极限值,就会猝死。 出现了高卫强的死亡事件,那我们应该如何预防过老死呢? 首先,生活一定要规律,在工作中一定要劳逸结合,一脏一吃,该吃饭就吃饭,该休息就休息。 其次,加强体育弹点事实证明,运动可以帮助废物排出,加快新陈代谢,不仅仅是防癌抗癌,还可以防止过老死。 最后,就是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,一个人只有充满了正能量,才能让自己的神经系统放松。 一个人有了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与精神追求,可以让自己的身心愉悦,听乐,看书,旅游等,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放松方式。 因此,一个人要懂得张弛有度,不过老,就不会过老死。 现在,来公布国家心血管中心统计的权威数据,我国每年心愿性猝死者高达55万是全国之首,抢救的成功率不到1%,因为心脏骤体黄金抢救时间仅为4分钟。 听到这个数字是不是很非常吓人? 换句话说,如果发生了心愿性猝死,对于普通人来说,就等于死亡。 如果你还在观看影片,那一定是真爱,那就一定要给我的影片点个赞,订阅我的频道,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 下期,我会更新关于高吉祥女友的内容,相信你一定不会错过下期的精彩内容。 再见。 下期,我会更新关于高吉祥女友的小铃铛。